大家知不知道宇宙的大小是多少呢? 我们知道如果你在台湾 你说台北到高雄的距离是将近400公里 这是一个比较容易讲出来的数字 可是宇宙的大小好像就很大很大很大 到底多大呢? 根据目前能够评估出来的数据呢 其实是129 129什么呢? 答案是129 后面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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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0 总共再加上24个0之后的公尺 这么多129后面加上24个0 所以如果为了要写出这个数字呢 哇塞 你就直接呢 要把全部的0都写出来 大家可以想象啊 这样子表述这个数字实在是太麻烦了 所以呢 我们之前曾经有学过一个东西叫做科学记号 科学记号呢 在物理也可能会跟大家谈过 科学记号啊 也就是呢 把任何的数字改成 A 乘上 10的N次方的形式 其中呢 其中 其中 A呢 要在这个1到10之间 但不可以等于10 1到10之间 然后呢 N要是 什么 是整数 OK 所以如果我们要把上面这个数 换成科学记号的话 刚刚我说这后面是多少 是24个0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先把它写成是 129 乘上呢 10的24次方 但是他们规定我们说科学记号啊 你要把它表达成A乘以10的N次方的时候 A只能在1到10之间 所以呢 我们就继续要把它变成1.29 那多出来的两个0呢 就把它并到后面去 就变成乘上10的26次方 从这个数字写成这个样子 大家会不会觉得好看一些呢 好 那 可是 其实这个数字虽然被我们表达成这样了 但是它还是怎么样 很难写 所以呢 如果我们把它假设成一个X的时候 如果我们对这个X 取对数 以10为底的对数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写了 OK 以10为底的对数就直接写成logX就好了 那logX就是log的1.29 乘上10的26次方 整个这样子 整个 那我们知道 帧数相乘可以变成对数相加 所以是不是可以变成log1.29 加上log10的26次方 那因为26可以往前提嘛 所以呢 其实这个后面log10的26次方 就变成log26的log10 啊log10 就是log10的10其实就是1嘛 所以呢 其实整个东西就会变成 我们把26写在前面 26加上log1.29 我们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们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当我们把说的东西变成科学记号的时候 如果今天呢 有一个数叫做t等于a乘上10的n次方 那么logt呢 那么logt呢 其实就会等于什么 log的a乘上10的n次方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log10的n次方 就跟上面一样 加上loga 所以最后呢 其实就会等于n加上loga 好 这边算出来的东西呢 一定是纯小数 这边呢 一定算出来的东西都是纯小数 为什么呢 因为a在1跟10之间 ok a在1跟10之间 所以呢 当你对它取loga的时候 你看loga是不是就会在log10跟log1的1 log10的1之间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等于1吗 这个东西不是等于0吗 所以loga呢 大家会发现怎么样 loga其实就会在0跟1之间 所以就会变成是一个整数 因为n是整数嘛 一个整数再加上一个数 好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就会讲一下 这种就是所谓的手数 ok 手数加上呢 这个尾数的方式 那今天我们在这里都不是要讲这个重点 我们要讲的重点是说 当我们在处理这种宇宙的大小 天文数字的时候 这种天文数字 我们除了呢 可以把它变成科学记号之外 我们发现呢 对它取个log 会让数字呢 变得比较有亲和力 你看这是26点多而已嘛 那现在关键点就是 那log1.29是多少 所以为了处理log1.29等于多少的问题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介绍 对数表 ok 这样你才懂 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对数表 不然呢 为了算而算 有一点点的无聊 那其实呢 对数表 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计算 虽然不一定会用得到的 但是科学计算 你要去算很多宇宙天文的东西 或者是很小很小的东西 其实对数表都是重要的东西哦